大家好,我是四水年华 目前呢,正坐在这个房车里 这辆车呢,是我通过网络拍卖的途径买到手的啊 网上司法拍卖 起拍价,这辆车是38000块 经过十几个人的净价 然后百次的抬价 最终呢,我是以80200块买到手的 然后不含手续费,手续费是5000块 这辆车到我手里的话,一共要花85200块 这还不包括我来回的费用啊 我是河南人,这个车呢,是在福建的漳州 我从河南的郑州坐飞机,坐到厦门 到厦门之后呢,又转车到达漳州 这路途还是比较遥远的啊 并且的话,我还得把这个车开回家 确实挺远的,从漳州到我们家1500公里 这算下来呢,费用也不少啊 从拍卖到这个房车的内部 都给大家详细记录下来了啊 已经发了好几个视频了 并且啊,这个留言啊 已经达到了大几天条了 说真的啊,我是没有时间一一回复的 但是的话,我是有时间一一去看的啊 咱们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全部看了吧 但是的话,我能拍着心说啊 我最少是看了70%以上的留言啊 这个留言呢,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 就是我作为一个当时人 然后网友给我的建议 还有一些,呃,话吧 我自己看着是非常有意思的 然后呢,今天啊,我想给大家 啊,回答几个问题吧 就是,网友问我这些问题啊 首先从第一个视频回答大家问题 就回答点赞多的啊 你看,整天捣鼓车还是二手的 整天捣鼓车还是二手的 我是从18年开始自驾游的 从我自驾游到现在啊 我想想换了几辆车 呃,江淮的面包车 然后,去年的那个全顺 然后中巴车 再加目前这个车啊 五年时间,一共是四辆车 然后第一样的面包车 我呢,也是在留的啊 在家里的 五年时间四辆车 说句真心话啊 我自己觉得啊 如果说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说的话 确实换的有点平凡 真的是有点平凡 一般家庭呢,并不会这个样子的啊 但是的话,我的话是一般家庭嘛 呵呵呵呵 我也是一般家庭啊 为什么要换车 因为每个阶段经历的不一样吧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 网友说的,都是二手车 没有错,都是二手车 像第一辆面包车 那个车应该是两万多买的啊 两万出头买的吧 目前还在家里嘛 那辆车的话,不错啊 质量什么的都挺好 也是我们一家四口人 第一年出去拍旅行自媒的时候 开的那辆车 那辆车当时啊,孩子还小啊 你想想,五年前 我们家的小的冥冥 五年前才两岁啊 那时候两岁 也就是天天走路 五年前,家家才五岁 他那个时候啊,还上大班 因为家家上学啊 提前早一年 所以呢,他要上两次大班 所以呢,就没有让他上 最后一年呢 我们一家四口啊 就出去旅游了 因为当时啊 我从事的工作 和电脑方面有关系吧 18年那会儿啊 正是智能手机 就是刚刚起步 正兴起的时候 我这个生意呢 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啊 以前啊,大家都是玩电脑 对不对 每个家庭呢 都要配个电脑 然后智能手机出来之后 这个电脑啊 慢慢啊 家里人啊 就不要了 所以说生意啊 比较产淡 当时啊 也没有想那么多 就想着啊 出去旅游旅游 吃住在车里 也没有想着挣钱啊 朋友们 真的 没有想着挣钱 那会儿的时代啊 和现在的时代不一样 那会儿的话 哪有说拍个视频 挣钱呢 从来没有这个想法啊 我这个人本身呢 是比较喜欢旅游的 呃 以前啊 都是通过 要不然就是暴旅行社 要不然就是坐火车的方式 因为家里啊 也没有车 但是呢 就感觉太费钱了 你要是坐火车的话 晚上你睡哪里啊 餐餐的话 还得下馆子 那景区附近的馆子 那可不便宜啊 好不好吃先不说 那价钱那是真贵 大家都知道吧 所以呢 那个时候啊 是看 环华十年培根的视频啊 那家伙开个面包车 整天住在车里 就是给我这个 醍醐灌顶吧 我说旅行了 还有 还能有这种方式 我就非常的高兴啊 然后每天看他的视频 怎么在车上生活的 并且呢 那会儿还有 呃 达文 达文西 也就是面包车 穷游 穷游世界啊 现在他的已经改名了 包括那会儿啊 我记得就是三个人 还有个叫卖小兜的 但是卖小兜的话 不是我 呃 看的对象啊 因为那个时候 人家是靠在那个奥迪车 吃 吃好的 然后住的话 也是住宾馆啊 那种 我消费不起 所以说我就看 他们两个的 当然那个卖小兜的 攻略啊 我得看一看吧 所以这样说下来啊 他们三个 也是我的启蒙导师吧 呃 也是我的师傅啊 所以说那个时候就 人家也没有说视频里人家挣了钱 我就带着家人就出去了啊 那个时候呢 视频啊 拍的比较简单 并且一个视频啊 就是两分钟到三分钟 真的很简单啊 现在再看看那些视频 还是在的朋友们 18年19年的视频都是在的啊 就真的很简单 心里呢 没有那么多想法啊 每天的话 也就挣个几块钱 但是啊 心里是很高兴的 这突然间每天啊 有大几块了 哎 这有大几块的 每天这个青菜钱是够了啊 最初出去的时候呢 我们一家人啊 不是说那个西北的地方 都是去的这些南方的地方啊 比如厦门 漳州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啊 都是去了 然后 疫情的时候 就是疫情 刚刚爆发的时候 我们呢 是在福建 不是福建 是 呃 广西的北海啊 因为那个北海的名气 确实太大了 我想着啊 那名气大 人不是多吗 然后当时啊 我想着那旁边啊 还有一个叫 房城港的地方 那个地方呢 也是啊 三面环海 我说去房城港吧 到房城港之后啊 就租了那种酒店式公寓 就一间房子 门口呢 还能做饭啊 那会儿啊 就是长粉丝的时候 就是长了第一批粉丝 现在看来那些视频啊 真的是平难无奇 因为房子啊 也就是十几个平方吧 每天就是拍拍房子里 一家四个人做做饭 然后再看看海边啊 因为打开窗户的话 就能看到海边 就是拍拍这些内容 可能那会儿 大家都闲在家里吧 就是长得第一批粉丝啊 那会儿的话 也很高兴 在租在那个房子里 每天啊 有几十块钱了 然后那个房租啊 也能出来了 真的挺高兴的啊 真的是没有想过说 有一天啊 能月入过万 从来没有想过 朋友们 有点跑题了啊 就说多了 为什么都是二手车 因为那个时候啊 经济不允许啊 你像第一次出门 面包车两万块 然后一直开到去年 买了个那个全税 好像是花了 三万多还是四万多 还是五万多 忘记了啊 反正就是三四万吧 四五万的样子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 开了半年之后 也是被举报了啊 为什么被举报 因为我那个车啊 是在山东买的 这个给大家明说 不隐瞒 在山东买的 因为那个车呢 排放的问题啊 我们家是上不了牌的 但是山东那边啊 是可以上牌的 我又把车开到山东那里去了 开到山东那里 嗯 我就交给代办了啊 因为我不是山东人嘛 交给代办了 一共是花了五百吧 还是四百块 就是一条龙服务嘛 然后上二牌我就走了 我也不懂那么多 后来呢 因为就是这个黑粉啊 举报说我没有在山东居住 你怎么上了个山东牌啊 那个时候政策不一样的啊 不像现在 现在的话 你上哪里牌都行 不管了啊 那个时候呢 就是提前了可能几个月吧 如果说我晚上牌几个月的话 那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当时呢 网上说啊 我这个车啊 是被没收了啊 不存在的啊 我的车是我通过自己的钱买的 不存在没收的啊 只是说我找这个黄牛代办了啊 这个不行啊 所以呢 当时人家说不行的话 你找个山东的朋友吧 或者说找个山东的亲戚 当时心里也比较烦 然后就把这个车 卖给那个车商了啊 卖给车商了 这是第二辆车 第三辆车 就是今年的大巴车了 大巴车买的也便宜啊 几万块钱买的 我大家再说一下啊 那大巴车是我正儿八经买的 不是说我租的啊 因为在开第二辆全顺的时候呢 就那时候已经得罪人了啊 第三辆大巴车 不不不中巴车 然后网上流言蜚语也挺多的 就说是我租的啊 然后有的说是借村里的 借朋友的 朋友们不可能的啊 那个中巴车的话 正儿八经啊 全款买的 那个车本来就是拉货的嘛 大家想想拉货的车 人家是挣钱的车 借给我去旅游 你说这可行吗 肯定不可行啊 如果说你的车 对不对 河南的车 或者说你是山东人 北京人 上海人 我把你的车要开到青藏高原 对不对 青藏高原 可能大家一想到 那个路也不好 你拿我的车去青藏高原 去造我的车 那不行 对不对 不是啊 不是 那是我的车 所以呢 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中巴车的啊 也可以联系我 那个中巴车呢 也要卖了啊 手续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必须要过货啊 然后啊 就是这辆房车了啊 大家都知道 开着中巴车呢 是我们一家五口啊 这路上呢 也是不停的在举报 很心烦 虽然说没有罚款 没有扣分啊 但是每次一检查 都是检查一两个小时 人家也是小心翼翼的 就这 还被那些举报的人说 他们检查的人啊 玩乎值守 不作为了 就是还要投诉那些 给我检查的人 你说谁容易 谁都不容易啊 就那些 得罪 我得罪那些人啊 那真的是太可恶了啊 真的太可恶了 所以呢 心里啊 有个想法 这一路老是被举报 那干脆弄个正二八景的房车算了 开上这个房车 你说谁还举报啊 对不对 谁还举报 我车上有张床 谁还举报 说我车上 做了个饭 对不对 那正二八景做饭 正二八景睡觉 就再也不怕了啊 这是我心里的想法 就是我们一家五口开中八车的时候 我就这个想法了 所以呢 我们一家人从青藏高原回来之后呢 本来啊 就计划着去看看二手车 但是呢 万万没有想到 大家都知道 我们家的家门 我们家的电动车 面包车 包括那个把手啊 全部用脚水给粘住了 也耽误了一段时间吧 等自己这个心情啊 缓过来之后呢 刚好网上啊 看到这个信息 正在拍卖这辆车 然后因为也是当天看到了嘛 也比较着急啊 就匆匆报名 十点多看到的 两点就要起拍了 就匆匆报名 想不到啊 以八万两百块 然后再加五千 八万五千两百块 拍下的这手车 所以说咱们做自媒体五年 换了四辆车 确实有点多 但是这些车的车价加起来啊 可能连别人的一个新车的价钱都买不到 这是实话实说 朋友们啊 我也想买个房车新的 但是新的话有点贵啊 这么长的一个房车 这么长 五米九九的最少最少都是二十万肯上的啊 你说十几万想买一个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十几万可以买一个五米长的 短轴的啊 咱们呢 这是家常轴的 就是五米九九的 顶呢 也是超高顶的啊 我在里边 大家看看 天黑了 你看 就站的直直的啊 包括这个低的地方 上面呢 还有一拳的距离 就站的很直啊 所以呢 这辆车呢 也是我满意的吧 唯一有点不满意啊 就是当时呢 时间太赶了 就这个床的问题 这床有点不满意 这个床的话 要是我们一家五口人睡 那可是真是睡不了啊 这里的话 最多就是睡三个人 小孩跟我老婆 那你说我爸 对不对 麻烦麻烦就睡在这里 睡到这里 这里拼成一张床 那你说我睡哪里啊 我只能这样打地铺了 是吧 真是 哎呀 我应该买个上下床的啊 因为有的B型房车 是上下层的 应该买个上下床 所以呢 还是有那么一些后悔的 但是啊 不后悔车价啊 这个车价的话 呃 真的不后悔 车价我挺满意的 但是的话 就是我们家的人 确实太多了 确实有点睡不下 确实有点睡不下 然后如果啊 有想料 这辆房车的人 也可以跟我联系啊 就睡上三个人 就是成年人 三个人最多了 再多的话 就睡不下了 呃 可以跟我联系啊 这辆车我转卖 留下都可以 如果说 你的车刚好是上下铺 你要是用不到 你的上下铺的话 咱们呢 也可以做个交换啊 如果说我这个车贵的话 你呢 就给我加点钱 如果说你的车贵 我呢 就给你补差价啊 都按市场价来 好不好 就是我的方案啊 呵呵呵 然后再看大家的问题 年华和老父亲都很熟悉车 并且动手能力很强 对故障都是心中有数 之前又经历了几辆二手车 都跑了青藏高原 应该没有问题 车里有点黑 来到这个亮堂的地方啊 继续回答 这个雪花啊 说的对 确实啊 都是二手车 并且的话 就这几年 我是跑西北 新疆西藏 是跑的挺多的 基本上啊 都没有啥问题 因为每天啊 跟车打交道 小毛病的话 咱们自己啊 都可以搞定 如果说大毛病的话 就搞不定了啊 你像这次开那个中巴车 开了三个月 就坏了一次 就是在那个海拔四千米的地方啊 当时确实搞不定了 叫了那个救援啊 很多人说 是假坏什么样的啊 当时 其实不是的啊 真坏 就是拍个视频 挣了一点钱 还不够人家 出来救援的费用呢 我也不想坏 但是确实没办法 这个车嘛 毕竟是机械 它肯定会坏的啊 然后咱们继续看 如果年华真的上当了 多少粉丝 可以避免再上当 就是这个视频的价值 这个视频 对拍卖的信用影响很大 所以说 这个视频有公益性 感谢这位石头欺人 对我的夸奖啊 真的是过于夸奖了 怎么说呢 如果说真的是上当了啊 那大家呢 确实啊 也能在我的视频里吧 找到一些警惕 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也会斟酌吧 有个网友啊 他叫四水年华 因为这个事情上了当 如果说没有上当 大家也不能放松啊 因为网上什么事都有 不能说我买了 这四水年华买了个车 那是既便宜 车又好 不能这个样子 可能你去拍卖的话 那可能你就上当了啊 因为拍卖这个车呢 水分还是比较多的啊 包括这里边很多留言说 你像这个拍卖里边啊 有拖啊 有拖 人家拖呢 会抬到一定的价钱 因为咱们买这辆车 是第二次拍卖嘛 有部分网友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但是也有道理啊 就是说可能第一次 哎 这个拍卖好像咋了咋了 就是要把这个价钱给抬高 结果没人出价了 然后他自己肯定又不要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又给拍了一次 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的话就这样 分析一下 如果说有拖的话 那这种事情肯定是有的啊 从此又走上了慢慢修车路 这个不一定啊 不一定 跟福建人做生意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 这个说过了啊 跟哪里的人做生意啊 都得小心注意啊 并不是说一个地狱那个样子的 这个是我三天天给他回复的 自媒体真的很挣钱 天天吃肉随时换车 我说老哥啊 入伙吧 入伙的意思就是说 你也来做自媒体吧 我看大家是怎么回答啊 入什么伙 心态进步了 参加做自媒体啊 看别人帮我已经回答了 不想入伙 带上我 让你起飞 这叫菜豆 爱登山的 我带不动你啊 我自己都 只能顾住吃喝 等下看看 四水年华这个人动手能力很强 就是有问题的车 他也可以修修补补 过奖了啊 十四之友 拍卖还挺刺激 恭喜年华提车 谢谢 谢谢 又可以拍一月社评了 我说八万块钱买的 八万块钱 你都可以潇洒玩两个月了 一个月花四万 一天花一千多 真的啊 日子过得很潇洒 你看这个人在说的 第一次人家拍了九万五 买回来有毛病后悔了 车主又去拍买 第二次八万这个窟窿 让你堵住了 第一任车主也就是亏了一万 一万五是吧 拍卖的套路是枪手连续加价 逼真正的购买者 往高处走啊 你看 有个叫大猴子的啊 逻辑大猴子 你想多了 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评估线 各算各账 我前几年拍了一套房子 去年交房的时候 物业的人一平方加两千买的 比我的市场市场价高三千左右 这个人其实他在我这里边啊 留了很多言啊 他说他第一套房子 可能挣了二十万吧 第二套好像是挣了两万块钱吧 他已经拍了两套房子了 也就是司法拍卖的房子 连面都不见 靠谱吗 教学片 感谢年华 朋友们反正留言挺多的啊 支持的挺多 反对的呢 也很多啊 你像咱们把这个整个拍卖的过程给拍下来 人家说了啊 是教学的 如果说你参加拍卖的话 先看看我这个竞价 然后呢 你心里有个数啊 是不是 连车的面都没有见 靠谱吗 这个应该是不靠谱的 朋友们 不要学我这个样子啊 应该不靠谱 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你是走一步 看三步的人 那我想这种性格啊 肯定不会拍的啊 因为我本身呢 也就比较容易相信人啊 你像咱们出门这五年时间了 在路上啊 一路啊 都是遇好人 都是非常热情的啊 所以说可能这几年吧 这这这心态呢 这个心上啊 有点放松警惕 我感觉还可以吧 然后给人家打了电话吧 人家说话也是一五一十的说 我觉得还可以啊 所以说我就拍 但是呢 大家不要学我这个样子啊 最好还是要看一下 把那两台破车卖了吧 太多了 我那两台车就是一个面包车 一个中巴车啊 对 占车位 我们这里根本没地方停 所谓堵他的钥匙口 这个人咋回事啊 这个问题呢 我要专门说一下 因为网上有不少的流言蜚语啊 有些人呢 是专门发了文章来说我这个事情 说我们家钥匙孔啊 为什么会被斩主啊 就是因为我们家小区楼下 我停的车太多了 我的车太多了 这个熟悉我的老朋友都知道啊 我们家那个小区那个门口啊 有个那个线高的啊 线高是两米 两米二的线高 所以说咱们这个中巴车 想停去去都停不了啊 再一个的话 我住那个房子啊 是老婆小 我们这里呢 能停十几个车吧 能停十几辆车 但是每天啊 就算到晚上 也就是停个三四辆车吧 流言呢 真的挺多的 其中呢 还有很多比较刺眼的流言啊 看着那个文字呢 非常的刺眼 这些刺眼的流言 咱们呢 也不躲避啊 这老朋友都知道 我呢 都是掏心掏肺的啊 给大家说的都是真心话 真实的展示我自己啊 下个视频吧 把这些刺眼的 好好给说一说 我内心的想法是怎么想的 你比如说啊 买个车又开始拍了啊 到底是为了什么 到底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本身就是个拍视频的 下个视频再说吧 好吧朋友们 包括这坐飞机的 人家说我吃鸡蛋 咋了咋了咋了 其实 如果是放在 15年前吧 你别说在飞机上吃鸡蛋了 你再让我火车上吃个鸡蛋 我都不愿意掏出来 为什么 要拍呢 下个视频给大家讲一讲啊 包括那些 更难听的 没法读根本就 给大家 坦诚心扉 讲一讲 好了朋友们 视频就说到这里吧 过两天讲啊 拜拜